這兩天反覆想了很久 我覺得我還是應該要講一下 雖然這跟我無關啦 好這事情是這樣子的 一個我跟隨很久的網美 然後她在她的YouTube頻道發了一支影片 是在講醜人有些事情有些話不能做 那剛好不知道為什麼跟我最近做的那支影片不謀而合 她所謂的醜人有些話不能說呢 是譬如說醜人就不能使亂中氣 然後人長的醜就應該要老實 就應該要乖乖的愛他 不要去劈腿或是幹嘛 不要說一些分手的時候不要講一些屁話 就覺得人長的醜了為什麼還有資格來傷害他之類的話 然後我就覺得身為一個網美 你平常在做的事情其實就是在讓大家變漂亮 努力大家變得很有自信 說真的我完全能夠理解長得不漂亮 然後一直被嘲笑這件事 YouTuber的朋友出去我壓力都很大 因為我永遠都在想我跟他們出去的時候 我要穿什麼衣服 我連去運動的時候都在想 我要怎麼樣把我的小腿遮起來 因為在他們旁邊我就像一隻豬 這樣子的心情然後我再看到這支影片 你如果人長的醜這些話你就不要說 長得漂亮是又怎麼樣 長得漂亮就可以撩掰嗎 長得漂亮長得帥就可以不把人當一回事嗎 這件事情要分開來談吧 就是今天不管長得漂亮長得帥或是長得醜或是長得怎麼樣 你都應該要尊重你的另一半 而不是因為你長得漂亮你就可以對人隨便 你長得帥你就可以隨便把人家堵在牆上 你長得再怎麼樣都不可以隨便 這跟長相沒有關係 那只是他今天他的立場是說 如果我今天是被帥哥這樣對待的話 我好像會比較甘願 怎麼能甘願 怎麼能甘願 不管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請你照著鏡子 對著鏡子的自己 好好看 這個人才是你一輩子應該要愛的人 才是你一輩子應該要珍惜的人 不管你跟你在一起的人長什麼鬼樣子 他都不能践踏你 是一個不能容許 就算哪怕今天你跟一個世界超級大帥哥 我真的不能接受這樣的言論你知道嗎 太歪了 很多人在我那支影片下面留言說 他不過就是一部偶像劇 他就是一個娛樂的東西 為什麼要這麼義正言辭的 好像很認真的拿出來講 甚至我開直播講這本書 我也說了 B集片或者是劇情不合理的東西 也不見得是不能拿出來討論的 我只是覺得 這樣子的劇情會讓女孩子覺得 今天只要有個帥哥這樣子對我 好像就可以 你看不馬上就來一個人馬上來證明我理論了嗎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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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大力說不可以 不行就是不行 No means no 今天不管論長相長得怎麼樣 人品是一回事 沒有錢又怎麼樣 他不會把錢花在你身上 很帥又怎麼樣 他只永遠愛著他自己 他根本不愛你 他根本不珍惜你 那你跟這樣的人在一起幹嘛啊 然後你就覺得說 那我今天如果跟醜的人在一起 跟老實人在一起 是不是他就會很老實 就會乖乖對我 所以你的老實與否 是根據一個人的長相CP值來決定的嗎 這也太表面了吧 好啦我承認啦就是 我退追了很多的網美 都是因為那些網美說出了一些讓我很崩潰 很沒有辦法理解的價值觀 那後來有一些我就把他們當動物星球頻道在看 反正就是 我也只想聽他們講講話 所以他們講出來的內容大部分都 不需要經過大腦思考 我只要放著 讓我家裡面好像有人在說話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是把他們這樣當一個存在 你知道嗎 就當我今天聽到一個 我欣賞的網美 而且是我認為 他是少數網美裡面有帶腦子的 然後他講這種話的時候 我真的是 我完全不能接受耶 I really can't I totally I don't understand 還是其實是我 對這個世界的認知錯誤 就是 我跟這個世界已經脫節很久了這樣 就其實 其實 我想的是錯的 也說不一定啊 畢竟我訂閱數比人家少 觀看數也比人家少 粉絲也比人家少 也許他們在宣傳的 那些道理 那些邏輯才是正確的吧 也許我現在在講的東西就是很 跟不上時代 可是不對啊 不對啊 不對啊 我跟一個男生在一起的時候 我很少看一個男孩子的外表 我比較會看一個男孩子的品性 跟他的想法 那些東西對我來說 遠比他的外表重要很多 也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我從來沒有遇到過把我拉上陽台 或是把我壓在牆上 然後說一些屁話的男孩子 是我根本上這個時代的 所以不適合聊愛情的嗎 我現在最近真的 真的有這種感覺 開始在顛覆我的價值觀 我開始在懷疑自己 就有點像是 如果今天你們從我嘴裡 聽到什麼驚世害俗的東西 你們也會懷疑自己的耳朵對吧 Neko剛剛說了什麼話 這樣子 這種感覺 不用問我那個網美是誰 因為那網美實在太紅了 我覺得我現在在這邊這樣講這個 應該下面就有人猜出來是誰了 我還是很喜歡他 因為他講話很直 講話很犀利 一個長得這麼漂亮的人 而且他也是靠自己的努力 讓自己變漂亮的人 怎麼會用外表去評斷一個人的好與壞呢 我希望大家不要變成那樣 至少在我頻道的你們 不要變成那樣 我知道很多人都會說 Neko的眼妝很好看 Neko你真的比以前有自信 你比以前漂亮很多 那都是努力來的 我不覺得這代表什麼 這個頂多就是在吸引新觀眾而已 我相信老觀眾一定懂 我跟以前還是一樣 我一直都是那樣的女孩 我也是從不堪入目到勉強可以看 這樣一路爬上來的 這樣一路爬上來的 人醜又怎麼樣啦 帥又怎麼樣啦 我還是覺得 那些話不是醜人不能說 那些話是 任何一個身為正常的 健康的人 都不應該說的話 跟長相一點關係都沒有 一個心血來潮的騙子 然後發洩完畢了 這次放在桃菜裡面嗎 我要再次強調喔 我不是討厭他 我只是對他這一番發言不予溝通而已 也不要再問我這個人是誰 因為我不會回答的 不知道 我也許已經 跟不上這個時代了吧 努力把自己變漂亮吧 只有把自己變漂亮 變帥 你才有資格在這個社會 亂說話 好棒喔 這種價值觀 棒透了呢 這個遊戲規則很簡單 Somebody kill me Please Fuck